我有我的人生观 价值观 爱情观 我的人生 我来评判 我的人生不完美 但我的人生不后悔 我是汪妙杉 欢迎来到光头山的完美人盟 我们现在开始发生电话 之前我会选择一个角落去做 现在我就想做到最中间的位置 就是这样 没错 就是这么烧包 是不是感觉特别酸 他们为什么要拍我们呢 我评论是要为什么你们没有男朋友了 连饭都不会做哪来的男朋友 这两天大家一起去体验光头的生活 然后有的人就忍不住开始直播呀 什么发个小视频呀 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我相信你们的朋友圈应该跟我朋友圈一样 都蹦 沙卡拉卡了 这样 那这两天下来呢 你们现在对于自己光头这个事情有什么感触 我看你啊 怎么那个样了呀 怎么那个样了呀 那你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就是大家都是正面评价吗 有负面吗 会有人说一些不好的 我这目前一直没有 对 负面不会出现的朋友圈 可能出现的微博 我相信不认识你了 接下来有可能会有人就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短片更多去了解你们 会去喜欢你们 当然也会有人去不喜欢你们 那对于网络上这些东西的争议 你们会以一个平和的心来去看待吗 我是觉得我现在已经站在成为了 我现在已经踢了 所以说好的发展我全面介绍 那真正在乎的人不会说因为我的头发就不喜欢我了 这都是深爱之后 真的 所以说 就算我的朋友受到这个影响 我觉得真正作为我的朋友会站出来帮我说话 如果是因为这个他们远离我的话 那这个朋友不要了 最好的 来 掌声 对 鼓鼓鼓鼓鼓鼓鼓 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两天的时间 你们现在内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我越来越觉得女生女人一定要活得漂亮 就是无论什么发型啊衣服 我感觉都跟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刚开始的时候呢 坐在家上他们多看我 我想他们看我好尴尬呀 然后到后来就是他们为什么在拍我 耶 哈哈哈哈 开始的时候会总是摸一下头发 现在不会摸了已经习惯没头发了 一摸扎手 就是那一刻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把眼睛那个摸下来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那种表情 看到自己一个很大表面的表情 我的眼睛是湿了的 我觉得很难有人需要越过自己身边那么多品牌 去勇敢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开始会觉得很尴尬会觉得有点忐忑 但是在往前再走两步的时候 我看到了你们对自己的认可 他们就有变成了朋友 对 就摘下眼罩的时候 摘下眼罩的时候我都是想哭的 就感觉被自己感动了 后来发了朋友圈之后 然后就发现平时有很多不联系的朋友 都出来了 你真棒 然后给我点赞 我就感觉特别的懒 我本来想就是我提完别人可能觉得 他是不是失恋了呀 他是不是得病了呀 就很多负面的东西我想多了 但我发现都是正面的 我觉得不错评论 我也是觉得 就是我提光头之前 前一天我发了朋友圈之后 然后就是问说我有提光头 他会不会爱我 然后就有好多人评论说你有病吗 反正就是有挺多不好的评论 然后我就想我发不败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就发了 发完之后我一个小时都没办法评论 然后等到后来我看评论的时候 就是都是发我的 就是之前说那个什么 有病啊什么的 之前都没见处 就是说你提光头挺好看的 然后说开不过那种气质 所以今天今天是 因为这些过来的 他就已经画得非常长的 聊天的时候也一直没有说过什么话 听了一声嘴啊 听了一声 因为他们不是要 他们两个一个很open啊 大家都可以想听 就一想听就出来就听了 刚一来的时候就是一个 你为什么问他想不想听 问他说 为什么也想听啊 就是然后也没有说 很多的话 就是有没有公共交流 也没有说像是我们这种 外向的人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然后他只是默默的 就包括从 就是开始到替光头的时候 他说的话就最少 把我去逛街要去怎么样 把我去改变形态的状态 就是最好的 因为想过他在 去做这件事情之前 就接受了这么多 不同的事情 就是 我不是说 带你们去替光头这个想法 我是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 想要去改变的东西 可能今天在 完美联盟里面 第一个事情是替光头 那明天我们可能 就去挑战更多的挑战 那这一次 可能是我们在座的这四个人 那下一次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 加入进来 那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可能会受到很多争议 也可能会受到很多赞扬 其实我们没有想 没有想过 他会有什么结果 因为如果做任何事情 你要考虑太多的话 那这个事情你不要做了 我觉得大家都勇敢的 去迈出第一步 请期待第二季 光头山的 完美联盟挑战 那么如果想要加入我们 请关注 微博光头山的 完美联盟 屏幕下方就有 韩非诗 让你的面子更有面子 每当我们不自信的时候 我们都会对自己说 嗨 贝斯 我们下一期的视频 会在优惠上面 持续更新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